他一个真实的那个核卫社的能力 那么对美国来讲来讲 那就是挑衅的那个 那就是挑衅 那就是再一次的挑衅 来我请教场下的嘉宾 你觉得这次金珍这样的这个计划 到底是挑衅谁 为何而来 还是他这一次 其实是想改变一种作风 一个更透明的方式来展现 他们在科技上面的进步 来要表达意见的 你说 斯洛如女士说啊 就是说 如果这个朝鲜的卫星 能打到美国本土的话 这对美国是一种挑衅行为 我对这个有不同看法 因为来讲的话 因为美国的战略来讲的话 他就在全球来讲 他只是维护他们美国自己的利益 你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来讲 必定要压制其他国家的利益 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都要发展 我觉得美国如果完全就是 出于意志压制的这种战略的话 这样早晚是压制不住的 他应该就是帮助对方去发展 然后以友谊 然后以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仁爱之心 来就是造成这个全人类的这种团结 共同进步 好 谢谢 谢谢 请说 朝鲜为什么要发生导弹 导弹搞出来以后 周边的国家就要核武性竞赛 反导都要来 这些的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中国 一个民族他不会打的 我们中国能有今天多亏了这五方国家的交流 互相的 马目里一定是我们北京球迷的榜样了 好 谢谢 谢谢 掌声 谢谢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今天谈这个大事 我总讲的这个朝鲜的问题的出现 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 只许猪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他现在又开始点灯了 这点灯 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世界的存在 在百年之内就靠实力 我家住在山区 为什么养狗 怕人欺负 好 谢谢 作为一个同一个民族 我们就是不赞成朝鲜半道里面有个核武器 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我们那个一个民族的和平协议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吗 来 请 来到这边 可以看到 我们你所了解的北朝鲜的导弹基地 有这么多 然后目前为止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北朝鲜是在开发核武器 核武器开发完后 还要开发一个导弹技术的话 就是等于说 我已经把核武器送到哪里 找一个那个快递公司一样 非常危险的一个想法 如果反过来想 呃 台湾吧 韩国后北朝鲜的问题是吧 台湾现在比如要开发核武器了 已经开发出来了 然后又要开发六七千公里的导弹了 中方会怎么想 我非常清楚你的意思了 来 请回座 我想对这个韩国的金生义先生的这个观点 我做一个评论 他刚才把这个 这个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这个关系 比成中国和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 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是国际社会的两个主体 这是联合国是承认的 他们相互之间承认的 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两个组成部分 这个是两个问题 不要混合一谈 对中国朋友们只说一句话 这个国际联合国那边 认可的是北朝鲜和韩国是两个国家 是这样的 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面 法律里面 朝鲜半岛就是韩国的领土 无论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不允许第三方国家进入到朝鲜半岛 永远是韩国的领土 好 谢谢 很清楚了 谢谢大家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 现在实际上也是在国际上造一个舆论 提供给美国一个借口 来加强他们在这个地区的作用 不是针对朝鲜 而是就是针对中国 一虎一席谈 争论更加精彩 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生息延绵 格力让天空更蓝 大地更日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世界杰出华人 在凤凰舞台上 与你分享他们的奋斗心得 当第一个上太空的华人 光要是属于所有的争作人 精彩回放得奖宣言和晚会精彩片段 雪花世界一米而美丽 2011-2012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雪花世界一米而美丽 2011-2012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由雪花啤酒独家赞助播出 雪花唇生 医院血案 就此扶伤之地 惨变凶案现场 遇害的医务人员们 不但没有获得怜悯 反照七成网民叫好 到底是什么 让医生也变成高危职业 何亮亮为你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马尔岛战争30周年 这场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主权之争 何时才能化干戈为玉帛 五凉春时事亮亮点 今天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跳到一个话题就是 如果它发射了 它发射之后呢 很多人最担心就是要搞拦截 这拦截部分当中 我想先问一下 佐藤 佐藤 在日本当中啊 在前两次当中 其实大家会比较 从整个国际的全球的角度来说 会觉得日本似乎比韩国更加紧张 因为每次好像落点都会到日本的这个范围 对 这一次还是依然如此担心吗 日本 对 但是其实第三次了 所以我们很紧张 而是很冷静 就是那个09年 我们已经那个启动了 那个防弹系统 防弹系统 PAC3 结果没有落入日本的境内 所以我没有启动 上次是09年那次 但实际上呢 日本本来说要启动的 结果没启动 但这次日本也说了 我只要你发射 我有可能会启动我的 不是 不是只要你发射 那个是有条件 如果什么通过日本的上空 对 不会启动 不会 那如果什么 那个导弹的零件 或者导弹本身 那个落入日本领海 或者领土的话 那个时候 日本才会反击 这个是中国会有一些矛盾 对 建一兄 从你的分析来讲 你觉得这次让日本 它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还有从目前所公布出来的 这样的范围当中 它不会经过日本的主要关系去 但你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很清楚的 已经朝鲜已经对 这个它发射的什么卫星 向什么方向发射 三级火箭当中 头两个 落点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在韩国的古群山群岛的前面 第二个要落在菲律宾的 这个海域 就说好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刚开始 日本人可不是像现在怎么说的 只要发射就来 韩国也这么说 美国也这么说 现在我们看这个轨道 这个轨道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来 我先给你们来一步到这边来解释 来 掌声换一下建一兄 来我们做一个地图上一个导图 严格来讲 它从这地方发射 到这边来 实际上是经过日本上空的 在哪儿 冲城这个地方 冲城难道不住日本的吗 是吧 这个我说这是通过上空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入入日本的领土 这才发生问题 对 所以这个是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 刚开始日本皇军并没这么说 只要你 一直一直在说过 国会里面国防部长一直这样说过 只是中国媒体没有报答过 掉下来的时候 由于种种原因 掉下来这个东西是不可控制的 朝鲜这边是不可控制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有可能因为寡风啊 我说下雨了 它可能会偏离轨道 你在上面稍稍偏离 一厘米 到下面偏离就几公里了 这时候必须打掉 你不打不行 哪一个国家都会打 就合情合理的 到这边也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看到 刚开始这种紧张状态 现在已经发生了些微变化 大家都给一个台阶下 都有一个回转的空间 好 掌声谢谢建一兄 从建一兄所得到的剧情跟研判 其实他觉得是紧张了 其实已经缓和了 声音 说句实话 技术上 技术水平上 我们要击落 这个北朝鲜的导弹 是不可能的 韩国也好 美国也好 导弹的技术原理是这样的 从发射基地往上飞的时候 可以击落 下来的时候呢 根本没法击落的 速度非常快 可信性不超于10% 对 我们现在只考虑到的时候 如果它的那个零部件到零海 或者附近的话 我们怎么先去检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一旦发生了 那对韩国来 有什么样的利益 我们现在 因为北朝鲜和韩国的 这个导弹技术 还有国防方面 现在不平衡 那么拿到这个借口 我们怎么样 把我们的国防力再增加 肯定要跟美国还要继续谈 金先生说来讲 就是那个卫星掉进之后 他说他捡过去研究去 这点我觉得 北朝鲜不会害怕的是 因为他相信美国的技术 比他要先进的多 所以他不会害怕 由于这个卫星的发射技术 它有两重线 有些国家表示关切 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要反应过度 现在的问题是 有人要借题发挥 比如说拦减 我不认为用军事手段 拦减那样一个主要国家的 美国卫星 有什么法律依据 因为在技术上 你们知道到 我也表示怀疑 其实拦截上的 会找到那么厚薄 我想这是 有些国家没有想清楚 日本的立场是之所以 做这个布置了反反恐 反导弹的系统 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 它如果是失败的话 它如果失败的话 会给日本造成很大的影响 它离日本是非常近的 所以日本的国民对这方面 是非常的紧张 其他的国家可能离得远近 但是日本和北朝鲜 一直就是处于一种 包括以前的 这个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所以引起日本国民的这种 对朝鲜的这种激烈的情绪 是非常严重的 日本和韩国呢 实际上就有部分的部署 包括日本是派三艘周时顿舰 一手部署在日本 日本海 一手部署在这个冲绳岛 还有一手部署在仙岛群岛 它这个上头路径刚才说明了 这个从东昌里这个发射基地 发射是经过仙岛 对我打个下来请李杰来 就近来 先帮我们解读一下 来谢谢 日本担心会从日本上空过 因为上次就有这种先例 所以这是 这第一级拦截 如果拦截不成 它这个陆上的这个爱国者山呢 当然这个海上 刚才是采用这个标准的 它这个是涉高 涉高和这个涉程都比较远 就涉高 它最高可以达到250公里 然后这个背景 就会迟到30公里 只会迟到1号参加